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Man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 接受明報訪問時 建議特區政府應該公佈那些因為證據不足 而不再處理的黑暴被捕者名單 這個建議不單關乎法律問題 還涉及到社會利益和國家的安全 張炳良接受媒體訪問時主出 這些未被取數的被捕者 因為缺乏足夠的證據而未能進一步檢控 他認為這些人應該得到社會的清白 因為他們的名譽和生活在被捕時都受到影響 張炳良又提議 希望透過這種方式 改變社會對這些被捕者的看法 從而舒緩社會的緊張氣氛出盡和諧 然後律政司司長最近在媒體訪問中表示 檢控人員在作出檢控定之前 必須全面評估證據的情況 包括提出或繼續進行法律程序 證據是否充足 假使證據充分 提出檢控是否合乎公眾利益 強調香港嚴重刑事案件並沒有檢控時限 且承諾不會檢控是不合乎法律和法治的原則 重新檢控的決定是基於當前證據的考量 而未被起訴的被捕人士 現時所享有的自由是與一般市民無異的 直接反駁了張炳良的提議 律政司又強調 所有檢控決定都是根據法律和證據作出的 這一點是維護法治的基石 從公眾角度的利益來看 張炳良的提議並沒有估及到 香港一些奉公守法的市民的感受 提議是不合乎社會整體的利益 在2019年黑暴令到社會混亂 雖然未被起訴的人士在法律上依然沒有罪 但不代表他們沒有做過 只是現時沒有足夠的證據作出起訴 對於黑暴期間被捕徒傷害的人公道嗎 誰對這些受害者負責呢 如果證據不足公佈不再處理 公佈了名單之後發現如果有新的證據 不是白白放走了一個罪犯嗎 為了舒緩社會的緊張氣氛公佈承諾不再檢控名單 在公眾利益的角度並不恰當 另外不可以不考慮的就是國家安全的問題 張炳良的建議是否對國家安全會構成威脅呢 是否必須要認真思考呢 自2019年黑暴以來 國家安全成為香港社會的重要議題 在這些背景之下 任何可能被視為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行為 我們要謹慎去對待 未被起訴的被捕當中 依然有些激進的反政府觀點 並對社會的穩定構成潛在的威脅 政府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 必須要考慮對國家安全的優先性 這是維護社會長期穩定的必須要條件 因此公開這些未被起訴者的名單 會被視為對這些潛在威脅的放任 這些並非是明智之舉 其實張炳良不但建議公佈這些未被起訴者的名單 還提倡政府鼓勵這個集會 由紫梢萬華地批判政府的反駁層次低 身為前運輸及房屋局長 較大的公共行政學顧問 提出如此不合邏輯的謬論 明顯是立心不良惹起公憤 張炳良隨口一句公佈未被起訴者的名單的建議 完全忽視了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更加違反香港法治的原則 動搖我們的法治基石 要令到社會收復前進 黑暴抓了條數是唯一的選擇 我們應該支持執法部門 對些犯罪分子追查到底 這樣才彰顯到法律公義 今天我想分享的是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